一片空曠的农田中 调查人员围着一枚飞弹残骸 谨慎检查 这是来自乌克兰的S300防空飞弹 在29号飞进了白俄罗斯境内 遭到击落 白俄的地方官员弹化这起榴弹事件 表示当地民众不用担心 虽然对当地之民轻描淡写 但外交部也很快召见了乌克兰大使 表达抗议 对此基辅当局已经回应 会邀请那些不支持俄罗斯的权威专家 参与相关调查 乌克兰军方则表示 是为了防空作战 才会有榴弹误入白俄 也不排除是俄罗斯在白俄领空 拦截飞弹的路径上 发射巡异飞弹是一条性 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在29号 在恩格斯空军基地附近 击落了一架无人机 恩格斯基地在这个月 已经两次成为攻击目标 上一次还造成伤亡 俄方指控 这都是来自乌克兰的攻击 如果属实 这会是乌俄开战后 乌克兰最深入俄国境内的攻击行动 欢迎新闻的新闻 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现在当时是一年子筹到达人的 深入青苗帖兰最新闻的 分割 厚正的下轮